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 这一天呢,人们都在关注孟宏伟的事件 有谁注意到崔永元 今天呢,我读了一篇崔永元写的一个很长的博文 让我非常非常的吃惊 也让我非常非常的担忧 我相信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 是看着崔永元的节目一点一点的变老的 我不想说是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 因为我们是看着他的节目一点一点变老的 或者是一点一点成长 一点一点走向更加成熟的 崔永元的节目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看 他的实话实说,他的小崔说事 他的所有的节目都非常的喜欢看 他非常有正义感 在他的节目当中,他经常都是仗义之言 都是伸张正义的 他是一个政协委员 他提出来了很多的有利于社会的 有利于广大民众的一些个提案 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是一个理想化思维的一个文人 可能呢,很多人都像我一样 会觉得呢,他这一次对娱乐圈的这个大爆料 震动了整个的娱乐圈 让他自己呢,应该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快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之前呢,我看了黄毅清对崔永元的揭露 他揭露了私生活 同时呢,他还揭露了说 崔永元这一次的爆料 就是受了施建祥的指使 他就是施建祥的一杆枪 我关注了黄毅清的这个微博呢 很长时间了 但是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他的微博的内容 就这两部分来说 对我来说,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现在呢,我回过头来再来研究崔永元 可能关注我的频道的人注意到了 我把崔永元两次接受记者采访的 全部的内容 转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 最近呢,我每天都在听 每天都在反复的听 在这个反复听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崔永元 他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口口声声地说 他是报仇 口口声声地说 他就是报私院 可实际上他干的事情 都是有益于广大民众的 有益于社会的 他在忧虑的 仍然是社会的问题 并不单纯是他个人的问题 好像人们会觉得说 范冰冰得到了这样的处理 崔永元赢了 崔永元大胜了 冯小刚、刘振云和华谊兄弟 他们得到了重创 崔永元是赢了的 这下子他们那些人肯定就老实了 实际上没有 我这些天 在反复听崔永元接受记者采访的 那个谈话的内容过程当中 我能够感受到崔永元所受到的挫折 崔永元实际上碰了不少的笔 今天我读了他这个微博之后呢 我更加了解到 我觉得这个社会 让崔永元感到非常的寒心 让崔永元到处碰笔 他在那个社会当中 并不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有面子 反而他得到了更大的冷遇 有些人现在在疯狂的在攻击他 那些攻击比黄亦青的攻击更加猛烈 现在崔永元竟然被精神病 我觉得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过不了多久 我担心崔永元就真的会成为一个精神病 因为他本来他就有病 他有忧郁症 大家都是知道的 下面呢 我就想给大家读一下 崔永元的这篇长的博文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崔永元在这个社会当中 他所受到的牢狱 他所受到的白眼 他所受到的挫折 和他所受到的打击 你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比一个普通人 受到的委屈更大一些 比一个普通人受到的压力更大一些 你们有功夫去支持孟宏伟的时候 你们应该去支持一下崔永元 他这个博文的题目是 关于对北京朝阳区新原理派出所 执法敷衍不作为的举报与抗议 举报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 被举报人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新原理派出所 负责人 怀杰所长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原理17号 至北京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总队 自2013年起 本人因反对转基因滥重 揭发范冰冰冯小刚华仪兄弟偷逃税等一举 遭到相关利益集团和水军的无耻谩骂 污蔑和侮辱 直至发展到赤裸裸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留学海外的女儿信息被公开 安全无保障 本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相信法律机关 相信法律公平公正 相继向公安机关报案 退役军人徐永灵威胁鼓动杀人案 黄毅清严重侵犯隐私案 黄毅清诬告陷害案等刑事案件 及新近发生的网民老369严重诽谤案 到目前为止 只有退役军人徐永灵威胁杀人案 以警局调节我善意原谅做了了结 而反映的其他问题迟迟未遇答复 立案受理 违法犯罪嫌疑人黄毅清 老369等居然以天为单位 每天侮辱诽谤和威胁 特别提醒警方是每一天 我想这样的心理压力和思想压力 绝大部分正常人都无法承受 但是新原理派出所和相关干警 很能承受 嘴巴说的热闹像哄孙子一样 一 举报人报案案情介绍 一 徐永灵恐吓威胁案 因为他这个微博呀挺长的 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徐永灵恐吓威胁案 那小崔呢 他在开始爆料之后 然后这个叫徐永灵的 号称是一个飞行员 以前是一个军人 以前呢是一个空军的飞行员 他呢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站出来恐吓这个崔永元 他在微博里用的词呢有这些 崔阳寿不多了 和我斗黑道白道都不是个 人人可击毙疯狂崔永元 这些个字眼 后来呢这个案子经过新原理 这个派出所调解 然后呢小崔他就接受了 这个徐永灵的道歉 徐永灵呢应该在微博里面道歉 徐永灵 他有一个微博叫徐永灵 还有一个微博呢叫徐永灵先生 就是一个小号 他那个徐永灵那个号吧 有五百五十万粉丝 但是他那个徐永灵先生的 那个小号呢只有八十八个粉丝 然后呢他就玩一个伎俩 他就在徐永灵先生那里面 做了一个道歉 而且呢很快就删除了 那里面只有八十八个粉丝而已 之后呢他在他的那个账号里面 在徐永灵那里面 接着对崔永元进行侮辱和谩骂 第二呢他就说黄一青 黄一青这个账号呢 我关注了一段时间了 黄一青呢在他的微博里面 他就攻击这个崔永元 说崔永元呢有四个情妇 然后呢他就攻击崔永元 说崔永元跟那个施建祥 他们是一伙的 说这个崔永元呢就是施建祥的一个枪 说崔永元呢这个爆料 就是为了给施建祥报仇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关注了这段时间以后呢 我发现黄一青那个没有说服力 有很多的漏洞 我曾经还给黄一青发了私信 要求他给我解释一些的漏洞 但是他从来没有回复我 我现在呢又反复研究 崔永元那个采访记录 还有崔永元呢 他的微博和他那个 另外一个微博的账号 我以前不知道他另外一个微博的账号 所以呢我老是关注他其中的一个账号里面 不是有很多的内容 现在我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微博账号 在这个账号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现在我跟你念的这个长微博 就是他在另外的一个账号里面 根据他这个长文里面说呢 这个黄一青啊 因为他那个微博呀 经常发了删删了发 有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 这个时差的问题 有的时候呢 黄一青发的微博 我是没看到的 根据这个崔永元写的这个长微博 很显然黄一青有的微博 我是没看到的 比如说黄一青在他的微博里面 他公布了崔永元女儿所有的信息 公布了崔永元女儿的姓名啊 上的学呀 住址啊 什么 我来看看啊 黄一青是拥有350余万粉丝的 网络大卫级别的微博用户 始终如幽灵一般缠着我和家人 有人 每天都发送侮辱诽谤本人 本人家人 本人有人的微博内容 黄一青在2018年9月8日 故意暴露了我女儿的姓名照片 留学城市等隐私信息 这严重扰乱本人和无辜受牵连的其他人的正常生活 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 黄一青来攻击崔永元 说崔永元有情妇啊什么的 然后崔永元呢 自诉了黄一青这个刑事诽谤罪 但是呢 法院一直都说 这个传票送不到黄一青那儿 法院呢 跟崔永元就说这个传票送不到 但是黄一青在他的微博里面说 我就是在 他就指责这个崔永元是撒谎 说崔永元根本就没有起诉 撒谎起诉了 还撒谎说送不到 然后第三部分呢 是老369诽谤侮辱案 有一个账号呢 叫老369的账号 这个我没有见过 这个账号对崔永元的攻击呢 更加的恶毒 这个账号发表了什么文章呢 今天让我特别吃惊 我觉得对于崔永元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残酷 这个账号发表文章呢 一篇呢 是以崔永元妻子的口气发的 我的精神病丈夫 另外一篇呢 是以崔永元的女儿的口气发的 叫我的精神病爸爸 这个账号呢 一是重复黄一清 恶意诽谤我 与红通犯共同犯罪的 所谓内情 二是婚外情和私生子的虚假事实 文中大量使用精神病患者 流氓教授 骗子 疯子等下流低俗的词汇辱 举报人 这样的真的是 任何人会受不了的 一个正常的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呢 崔永元她是一个有忧郁症的 可能忧郁症还挺严重的一个病人 我很担心 这样下去呢 这个崔永元能发展为精神病 真的成为精神病 然后我们再来看 崔永元在这个长微博里面说到的 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恶劣事实 我非常的震惊 广当网友呢 也有可能会想到 哎呀 崔永元这么大一个名人 对吧 在社会上呢 有挺大的影响力 做政协委员很多年 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大家来看一下 针对徐永玲 黄艺清 及老369的 前述违法犯罪事实 本人和本人委派的律师 分别于2018年7月 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2日 2018年9月19日 和2018年9月26日等 多次到管理本人住所地的 新元旅派出所报案 本人压力重重 已经两次重病住院 却自始至终 遵法守法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新元旅派出所乃至朝阳分局 对本人举报的这些案件 无所用心消极应付 如每次去报案 办案人员均以 要请示上级为由 让等待 最长一次 等待五个多小时 才做笔录 前两天呢 我们看到了 说唐爽呢 去上海法院 去起诉 然后法院以周立波 是一个名人为由 说需要请示上级 需要请示领导 周立波呢 还说唐爽撒谎 你看这个崔永元 这样的一个大名人 然后他到派出所 让他等了五个多小时 在笔录过程中 发现警员对网络环境 非常陌生 跟他们描述个 事情要费吃奶的劲 还时常表现出不耐烦 其中一名承办民警 房子豪 甚至宣称 去了上海找不到黄毅清 你们能不能稍微 有点职业感 一名警察这样描述 自己的工作 不觉得像个饭桶啊 顺便讲个笑话 我在海淀法院 行事自诉黄毅清 海淀法院也说找不到 我能不能告诉你们 我找得到很容易 我找来交给你们好不好 村委员多么的无奈 这就是执法为民 我认为徐永龄 黄毅清 之所以在网络上 这样流氓 这样猖狂 和你们的呵护 是分不开的 徐犯罪了 你们鼓励我宽容 黄犯罪了 你们找不着让他大摇大摆随意作恶 一个公民 人身安全没保障 他的女儿 人身安全是威胁 他的朋友无辜受辱 以致以泪洗面 在你们眼里 你们心里无足轻重 曾经警局告诉我 你是名人 是大学教授 是政学委员 所以上级领导很重视 请你们描述一下 以上作为哪个算重视 退一万步讲 我这个算重视 老百姓就真是告状无门 忍气吞腥地活着 这个崔永元啊 他说的真的是实话 如果连崔永元都这样的话 老百姓还能怎么样 黄毅清说 这个崔永元呢 就是为了给施建贤出气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崔永元呢 还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他就在受到这样的委屈的时候 他都想到了老百姓 他说我都这样 老百姓真是告状无门 忍气吞声地活着 他能体会到老百姓的疾苦 最后一部分 他说我的请求 恳求贵部门查明本案事实 督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及新元里派出所尽快进行立案审查 还守法公民以公道 装也要装出积极作为的样子 给中国法律一点面子 不要认为自己手里有点权力 就可以随心所欲 有一天你们也会希望得到法律的救援 希望社会正义 希望家人幸福平安 当你面对的是像你们一样素质的执法者 你们也会绝望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不会低 这就是派出所啊 这就是孟宏伟领导下的派出所啊 难道就只有新元里派出所是这样的吗 我相信整个的公安系统都好不了 如果整个的公安系统都好不了的话 作为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 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嘛 如果你们还在说支持孟宏伟的话 你们支持不支持孙永元所说的这些个民警呢 如果你们支持这些民警 你们支持孟宏伟 你们就不要再诉什么苦了 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去过你们的日子吧 他接着说守法公民对社会绝望 被逼上良善者 古已有之 守法公民被迫以违法方式 维护自己尊严的更是不显见 那是黄毅清们犯罪分子逼的 也是你们这些手握公权力 坚持不作为的执法机构逼的 公民孟宏伟颜向你们表示严正抗议 这是崔永元的这篇长的博文 这是他发出来的一个呐喊 这是他的无奈呀 如果您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觉得对社会很失望 很无奈 很无助的话 其实你并不孤独 像崔永元这样的名人 像崔永元这样的大腕 像崔永元这样的 有相当的受影响力的人 都这么的无助 都这么的无奈 你还想去支持孟宏伟吗 你还想支持孟宏伟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 那崔永元可救不了你们 那你们只能比崔永元更加的委屈 好 我今天的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